你知道之前有傳出你求婚嗎 真的假的 沒有沒有 之前有 我之前有講過 就是有希望去往這個路要前進 如果有什麼好消息的話 我們來跟大家說 你是在社群嗎 沒有他可能會打電話給你 王晶被爆恨香家超佑妮已經登記 雙方發現洞塞圖唯一了 他有call很甜蜜的聖誕的合照 所以你們現在是 其實會越來越公開的狀態嗎 只是也沒有特別去自衷 但是他們也不對 我要 但他們也還沒有結婚啊 對 你幹嘛這樣 你幹嘛這樣 我真的是走那種 所以他 就是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那你就是去接受他 然後不要去抗拒他 王晶曹佑妮這對高顏織情侶 前年二月打房仁愛後 兩人越愛越高調 日前才因為一張野膽結膜度照 被傳懷孕 31號又被周刊爆料 兩人已經得及結婚 讓粉絲們有情又喜 那網友對我太喜歡 真的喔 我已經結蛋了 沒有啦 就是其實也沒有 就只是覺得 不覺得小潮很悶熟嗎 有一點 我們兩個人 就是私下 我們的個性 跟大家在螢幕上面看 然後是完全相反 真的嗎 他在叫做刺球 原來是這樣喔 對 這就是 以前從小就喜歡小朋友 然後也會想要有自己的小朋友 那你們接下來過年是有計劃 什麼要去什麼對方拜年這種的嗎 這個沒有特別的討論 小兩旁日前以前以後 接收三立新聞網專訪 被問到結婚話題都害羞到不行 今早被傳登記結婚 兩人也很有默契 接連發現動回憶 雙方經紀人也輪流發生 小潮經紀人表示 有好消息會告訴大家 黃金經紀人則回應 謝謝大家幫我們趕進度 然後花在山水花 沒有啦 就是我屬於比較近 但他會屬於比較HIGHB的人這樣 然後我覺得 就是 畢竟都這樣了 我們社群可能 就會覺得 那就是一個自己做紀念的地方這樣 那也不會特別去想說 要在什麼時間點做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是要不要放山 或不放什麼之類的這樣 所以並沒有刻意的去計劃 就是覺得 大家都在慶祝這個節日 那我們也一起這樣子 會想啊 會想去學生 所以我覺得拍照很好玩 因為你就會變成 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會去觀察人 就可以觸動你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拍照 你可以多做觀察 然後看到不同的人的樣子 你是拍照紀錄是OK的人嗎 不然幫黃金拍還是幫朋友拍 其實好像還好 我覺得真的拍得還好 拍得還好 拍得還好 如果有什麼好消息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說 不是在社群嗎 沒有 他可能會打電話給你 我可能會寄一封信到 對 司法的是不是 對 我們酸水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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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